侧翻 前空翻 躺下 站立 一手拖着肚子 一手拖着宝宝的小脚丫 这名婴儿竟然不用任何搀扶 就可以独自站立在教练的手掌心 而他不到四个月大 这是冰岛的一个幼儿游泳课程 教练除了会训练幼儿游泳之外 也会训练他们的平衡以及站立 不过并不是第一次来到的宝宝 就可以直接站立的 这需要家长的配合训练 加强宝宝的脊椎发展 才能够事半功倍 最终能够训练习的东西 这些人会做到最终能够训练的 这些人会帮助自己的保护 这些人会帮助自己的宝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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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中一名参与的妈妈表示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成长节奏 她发现自己的宝宝已经快要进入学战力的阶段 而既然这样就顺着她的意乱 她想要做这些人 她想要站立 她一直在站立 只要通过合适的训练 小冬3.6个月大的宝宝 也可以在无协调的情况之下 站立8到15秒 不过婴儿可以在非正常年纪站立 对一些小儿科医生来说 简直是不可思议 可爱的宝宝这么早就学会平衡站立 这种不能输在站立点上的动作 会不会影响孩子的发育 或者是不是值得效仿呢 那就见仁见智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